第二十六集,杜尚睡着觉,听到手机响,还以为又是班长催他要给周笔唱还是谁的投票了。 不对啊,他想,不都笔完了吗,还投啊。 杜尚拿起手机一看,赶忙把床头灯拧开了。 樱桃,他吃惊道,掀起被子,看墙上的表,你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? 林樱桃在电话里一声不吭的,好像不太高兴。 深更半夜,林樱桃远在南校区住校,这让杜尚很担心。 樱桃,杜尚试探着问,也只能听到很轻很轻的呼吸声。 杜尚,林樱桃小声道,你在哪儿呢?杜尚说,在宿舍。 林樱桃说,杜尚觉得奇怪了,这么晚在宿舍打电话,其他人睡觉不会被影响吗? 不过听着也不像有其他人在的样子。 杜尚说,樱桃,你找我有事吗? 林樱桃没吭声。 我我我今天看成绩单了,你这次期中考试怎么考这么好啊? 杜尚忽然抬高音调道。 林樱桃说,是不是考得很好? 我每天都学好久。 杜尚一听他笑,才稍微松了口气。 不是我说,你考得也太好了吧? 杜尚夸张道,于乔才考了两百来名呢。 虽然他高一光打球了,但学习也很认真啊,实验的牛人真是太多了。 全年级一千多个人,你到底是怎么考到三十多名的? 林樱桃说,高一题目简单呗,每天刷题,我就能考好了。 杜尚说,蔡方元今天还想让你高二来帮我们写作业。 林樱桃说,我才不给他写呢? 就是!杜尚说,不给他写。 借我抄抄就成了。 杜尚在电话里越说越高兴了。 于乔从外头推开门,他半夜睡醒,听见杜尚在于锦屋里不好好睡觉,在那傻嗨。 杜尚冲他指了指手机,比了个口型。 樱桃给我打电话。 樱桃,南校区怎么样啊? 杜尚问,生怕话断了,食堂的饭好吃吗? 比咱们群山工地的食堂。 杜尚。 樱桃突然叫他。 怎么了? 杜尚的心一揪。 我想爸爸妈妈了。 樱桃说。 杜尚在夜里,手握着他的诺基亚110,他听到樱桃努力想压抑着,却压抑不住地吸鼻子的动静。 杜尚轻声道,樱桃啊,樱桃。 樱桃走过来,夺过杜尚那个手机拿到自己耳边。 喂? 他这急问,一急语气就容易显得凶巴巴的,这么晚打什么电话? 旁边杜尚赶紧说,樱桃哭了,你别枪他。 林樱桃在电话里吸了吸鼻子,听到樱桃的声音,他哽咽道,你凶什么呀? 我又不是给你打的。 天还未亮,凌晨五点多钟,林奇乐就睡醒了。 他从床上坐起来,叠好被子,匆匆洗漱过了,绑好头发,穿上校服。 在舍友们的憨睡声中拿起水杯,抱着书离开寝室。 寝室楼下有一小片花丛。 林奇乐披星带月,走到附近,就听到了稚嫩、娇弱的喵声,好像在等他。 这一年的寒假,林奇乐又跟爸爸妈妈去了北京。 他给大姑和姑父、表哥看他的期末成绩单,还有学校发下来的奖状。 大姑喜不自胜,把林樱桃穿着蓝白色省实验高中校服,手拿奖状的表彰照片。 小心,仔细塞到全家福的相框缝里。 他这么看着,手忍不住把侄女樱桃搂过来了。 樱桃哦,他叹息,怎么这么有出息,这么乖这么厉害啊。 林樱桃跟着表哥一家人,带爸爸妈妈一起,坐大巴车跑去爬长城。 属林樱桃跑得最快,他在前面冲,给全家人当引路先锋。 林樱桃坐在照相机前,穿他小时候最爱看的环珠格格里的格格服,带陈德要命的大骑头。 他睁着俩大眼,拍傻里傻气的游客照片。 大姑的工作单位中秋节时发了两张游泳体验票,是什么五星级酒店的,一共就两张。 大姑自己不舍得用,隔了小半年才拿出来。 林奇乐大冬天的,和表哥一起穿着羽绒服,装上泳衣,坐上公交车。 横跨北京奔去那家叫兰庄的高级酒店游泳。 樱桃。 表哥激动到,北京的二月,冻得人鼻头通红,一直流鼻水。 我们也是去过五星级大酒店的人了。 巷子里,有小商贩超着手,在路边卖盗版光盘。 林奇乐游玩永回来,在人家摊子跟前看了好一会儿。 这里什么碟都有,林奇乐甚至想打电话问问爸爸,有没有什么想买。 小姑娘,想买点什么呀?那小贩看它,台湾偶像剧,就适合你们这年纪小孩看。 有什么呀? 林奇乐问。那小贩嘴里叼着烟,一口含混的北京方言,流星花园,王子这个,变青蛙,还有。 林奇乐从兜里掏钱,自己数了数,他说,我要这个。 小贩瞅了一眼,林奇乐手里几张钱,恶作剧之吻,这要三十。 三十。行吧行吧,拿走吧。 从北京回来时,距离开学已不到十天了。 新婷婷每天都来林奇乐家学习,像林奇乐这样的优等生。 新妈妈如今巴布的自己女儿和她多接触,多靠拢,一股作气也考进全年级前一百才好。 卧室门关上了,两个小女孩丢了书包,坐在电脑屏幕前,一边吃刚蒸好的枣面甜馒头。 一边津津有味看入江植树,哦不,是台湾学生江植树,和原香琴早恋。 奇乐?啊?林奇乐应道,你早恋过吗?林奇乐一愣,她摇头。 欣婷婷转过脸看她。 真没有。 欣婷婷问。 林奇乐那闷道,我骗你干什么? 十六岁是一个属于开窍的年岁,花苞伸展,花蕊出战,圆润的剪破开了。 蝴蝶翅膀分外绚丽,颤着叹了出来。 林奇乐把妈妈桌上的化妆品顺到欣婷婷面前,她每瓶都打开,让欣婷婷每个都尝试。 两个小女孩格外兴奋。 欣婷婷告诉林奇乐,她很久以前在来水工地听说过,总部奖经理的儿子在群山工地,和林海风林宫的女儿早恋,被家长提前带回省城来了。 我还以为是真的呢? 欣婷婷不好意思地笑道。 林奇乐看着她笑,也不说话。 欣婷婷小心翼翼对镜涂口红,然后问她,口红是这样涂吗? 林奇乐忍不住也笑了,欣婷婷连大人的名字都能记得,看着也像个小大人。 可她在家连妈妈的口红都没有涂过。 我给你涂。 林奇乐把手伸过去了。 开学后,林奇乐因为上学期期末成绩优异,被班主任指名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。 当别的同学嘻嘻哈哈在楼下闲逛的时候,林奇乐在楼上埋头学习。 当别的同学三五聚在一起热聊电视综艺的时候,林奇乐带着耳机听英语,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背单词。 周杰伦的专辑出到第六章了,林奇乐爱唱的还只有范特希里的那么几首歌。 四月初的周末,林电宫开着那辆桑塔纳来接樱桃和新婷婷回家。 车里正放一首欢快的歌曲,男歌手唱着《萨娃迪卡》。 爸爸,你买了周杰伦的新磁带吗? 林奇乐好奇问。 对啊,林电宫在前头笑道,樱桃今天十六岁了。 新婷婷惊讶道,奇乐你过生日啊。 林奇乐后知后觉,才意识到,今天四月九号了。 林电宫边开车边说,于乔和杜上他们给你订了个大蛋糕,不过好像是菜方圆出的钱。 樱桃一会儿要好好谢谢小朋友们。 新婷婷偷偷对林奇乐说,你爸好像总把你当小孩似的,还小朋友们。 也许是发现林奇乐这个厚脸皮对于所谓的群山、乡下、情书来省城追讲乔西等等传言。 没什么反应,周围同学们起哄了一阵子,慢慢的也就没人提起了。 也可能只是碍于他学习委员的身份,不敢再当面提起而已。 六月初,冯乐天班长也许是鼓起了勇气,终于又开始找林奇乐搭话了。 林同学,中午一放学,楼上楼下学生都往食堂冲刺,冯乐天却追到林奇乐身边来了。 这学期,冯乐天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奥数竞赛班。 每月两次轮考,连续不及格三次的学生就会被筛下来了。 考核制度之严酷,与实验高中宽松自由的校园分为格格不入。 我这次又考了倒数,冯班长拿着他的饭盒,在食堂队伍里挨着林奇乐站。 如果我下次考试没被筛下去,高二我可能也会去本校,到时候就去找你一块儿学习。 林奇乐抬头问,奥数真的有这么难吗? 冯乐天苦笑起来,挠了挠头,对天才不难啊,对我们这种烦人就。 队伍往前进,冯乐天时不时帮林奇乐挡一下,因为有些学生端餐盘不小心,总撞到人身上。 建议身菜汁。 你,你应该认识蒋乔西吧? 冯乐天小声说。 林奇乐觉得冯班长是个好人,再难笑,对他这样有好热情的人已经很少了。 他点头,我跟他是一个初中的,一起上过竞赛班。 冯乐天说,上初中的时候,我们老师就常说。 蒋乔西的水平可以直接去参加高中联赛了。 他应该高一就会参加预赛,然后高二参加联赛,直接拿国际金牌,就保送清华北大了。 冯乐天把打好的饭放在餐桌上,他听父母的话,一直规规矩矩用自带的碗筷吃饭。 林奇乐端着餐盘在他对面坐下了,也不理会周围那些起哄的杂音。 林奇乐生硬地说,哇,他好厉害。 冯乐天试探道,林同学,你和蒋乔西。 林奇乐说,我和他做过两年小学同学,后来就不认识了。 冯乐天一愣,哦。 6月末,林奇乐正专心准备期末考试,学校表彰栏里果然传出消息。 2006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内出赛成绩揭晓,省实验高中百余名同学通过选拔,正式进入复赛。 其中,高一二十一班学生蒋乔西,高二五班学生王树然等十一人获得省议等奖。 或特别表彰,7月中旬,电键公司老群山基地的几个家庭聚到一起,在总部小区附近一家酒楼定了个包间。 正巧蔡月菜经理结束了手头的工地项目,短暂调回了省城。 而蒋正蒋经理也正式升任集团二把手,多的是事情可以庆祝。 蔡经理站起来,第一个举杯,今天呢,我们四个老朋友家庭聚在一起,给我们当年的群山小财神,林樱桃,开一个欢迎会。 樱桃下学期要回总部来住了,你们几个小朋友要好好团结。 还有就是,就是这个于乔,啊,在学校当选了这个,VIP,MVP。 蔡方元坐在旁边说,嫌弃他爹,还MP3呢。 杜上,也要表扬,蔡经理大事做惯,不拘小结,接着挨个点名,在咱们总部建行门口,捡了个两万块钱的钱包啊。 实金不昧,这是咱们群山工地第一个登上报纸的孩子,都知道是咱们店建出来的。 林奇乐坐在杜上旁边,和于乔一起使劲起哄鼓掌。 杜上怪不好意思的,他问,樱桃,你那小猫呢? 林奇乐这才发现怀里猫跑了,他赶忙掀起桌布,到下面去找。 最后是这个,犬子蔡方元,蔡叔叔脚上穿着双增亮的皮鞋,从桌布底下能看到,在省里的。 这个中学生计算机大赛里,获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奖。 有点天赋,但是不能骄傲啊。 林奇乐趴在桌下,小声说,咪咪,咪咪。 他试着学猫叫,喵喵。 蔡经理的发言,接近尾声了,这时他突然想起来。 哦对,差点忘了,还有个大奖啊。 咱们这个,蒋经理家的公子,蒋乔西,总部有名的大才子。 全省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等奖。 蒋经理,你这到底是什么福气,生了这么一个天降文曲星啊。 蒋经理笑着摆手,但看得出来,他心情还挺不错的。 林店公问,乔西呢,怎么没过来? 蒋经理对老邻居说,上他那个奥数班去了。 还上啊。 于班长在对面问。 四年了,蒋经理家孩子这个奥数班上的真是风雨兼程,不是都考完了吗? 他问,于叔叔,那是初赛,蔡方元在旁边解释道,九月他还得接着考复赛呢。 还有复赛? 于班长包了个花生。 方元你怎么没考啊,你不是也一块儿学吗? 蔡方元赶紧撇清,拉倒吧,谁高一考去啊? 我们都高二才考,高二都不一定能考上。 那时间还挺紧张的呀,林店公坐在蒋经理身边说,整个暑假又得去学了。 让他学去吧,蒋经理嘴上还笑着,眉头却皱起来了,酒杯和蔡月一碰,他已经喝上了。 来几位老弟,咱喝一个。 大人们在桌上喝酒,小孩们放了暑假,也终于可以放开玩了。 林奇乐将要回本校,高一升高二,昔日小四,人帮全选了理科。 说不定还真能分到同一个班去。 蔡方元在桌子底下玩PSP,林奇乐搂着猫,坐在旁边看。 蔡方元说,没玩过吧? 林奇乐说,没有。 蔡方元按着游戏机,转头瞥了林奇乐一眼。 当年在群衫上小学时,他记得林奇乐特爱穿花裙子,爱穿红色小皮鞋,爱打扮。 小小年纪每天换头花,特臭美,爱显摆。 怎么长大以后来了省城,反倒开始穿宽大的运动服,清汤挂面式的头发,随便一扎。 出门连个发卡都不戴了。 林樱桃,我看你在南校快变成土老帽了。 蔡方元说,林奇乐瞪他,那大眼睛一瞪人颇有威严。 蔡方元笑了,低头玩着游戏,突然来了一句。 蒋乔熙说他下了课就来啊。 蒋经理在桌上喝多了,在座的几位同僚,数他年纪最大。 如果不是蒋梦初曾出过意外,他也不可能因为孩子。 和这些比他小十岁有余的伙计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叙旧。 不省心,没有省心的,蒋经理听蔡月奉承了一整晚,才说,我这个孩子啊,你看着他听话。 上初中的时候,他喝得脸颊通红,眼睛半睁着,都是醉意,压低了声音,早恋。 写信写到一半,让他妈发现了,在家闹,撕书,前后左右三四栋楼的邻居都听见了。 蒋正眨了眨眼,手扶着酒杯,我也不知道写的什么,反正就听梁红飞在那生气。 说白了,孩子,没有叫人省心的,所以我今天才不想让他过来。 蒋经理道,接着举起酒杯来。 酒过三旬,已经是夜里八点钟了。 鱼班长一身酒气道,鱼乔,你和樱桃几个,你们去外面要点面食。 林樱桃抱着怀里的猫,和鱼乔一块往外走。 杜上从旁边问,这真是难笑的流浪猫,怎么还有这么可爱的流浪猫啊? 是蔡方元仙说,哟,来了。 鱼乔抬起头,在酒店门口,不知何时站了个说不上陌生,但也确实不太熟悉了的人。 蒋乔西看上去刚下课不久,他背着书包,穿着剑灰黑色的T恤,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。 林奇乐看见他,怀里的猫忽然,喵得轻唤了声。 你,杜上杰八道,十分意外,你怎么来了? 鱼乔问,你吃晚饭了吗? 蒋乔西看向自己小学童桌,他摇了摇头,于乔拍林奇乐的背,走吧,点菜去。 一行五个高中生,站在摆满了鱼缸的一面墙前头,墙上印着花花绿绿的菜谱。 林奇乐原本在蔡方元身边,他专心看样菜的照片,专心听鱼缸里氧气泵工作的动静,专心抱着自己的小猫。 蔡方元突然去于乔那边点菜了。 蒋乔西就站到了他身边,林奇乐的呼吸都停了,你高二要回本校。 蒋乔西忽然问,他的声音变了,变得陌生,变得比起小时候,更像是大人。 林奇乐嗓子里发不出声音,他点头,分道几班? 蒋乔西追问。 林奇乐摇头,他不知道。 于乔一个人就把菜连面食都点完了。 他要走了,林奇乐想赶快跟上去。 忽然蒋乔西在背后叫他,林奇乐。 林奇乐停在原地。 刚刚还沉默等在门口的一个大小伙子,忽然大声喊话。 周围许多人都安静了,都看他。 蒋乔西慢慢地,走回到林奇乐面前了。 他肤色雪白,更衬得眼眸深黑,显得这个人永远是黑白色调的。 林奇乐抬起头,看蒋乔西的脸。 蒋乔西也低头看他,他的眉头微微促起来了,额发垂下来,扮演住眼睛,他的嘴唇抿着。 仿佛他还有话想问,他还没问完呢。 林奇乐却不想再回答了,他往前走,蒋乔西背着书包,站在原地不动。 林奇乐仰起头,我想,想和你说一件事。 林奇乐忽然说,你说? 蒋乔西说,我不是为了你才来省城的。 林奇乐看着他,远处传来于叔叔他们干杯的笑声。 我也不是,因为你才赚取本校的。 林奇乐说,幼小的猫咪在他怀里,冲蒋乔西喵喵地叫,他却无法伸手去抱他。 蒋乔西低头看着他,我知道。 本集完。